你好 我来音辟 小慧哦 你要音辟什么 我来音辟你女儿 女儿 那叔叔问你 为什么要音辟我女儿呀 因为妈妈每次看到手机 运你的照片之后的枝枕 枕头都湿了一大片 我不想妈妈再哭了 那你妈妈叫什么名字啊 我妈妈叫妈妈 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妈妈以为你不见了呢 吓死妈妈了 这个孩子是你的 你知不知道这个孩子 来音聘我女儿 女琪啊 你这是干什么 妈妈 我只希望你开心 童言无忌 你不要放在心上 是吗 小慧啊 你今年几岁了 我 我 爸 她五岁了 那你 你怎么这么下班啊 我们赶紧讨论嫁结婚的事情 这位阿姨是 什么阿姨啊 她是 我是来谈合作的 原来你又结婚了 恭喜恭喜啊 真是郎才女貌啊 既然你们要讨论人生大事 那我们就先走了 陶子 对不起 我不能喝一酒 我爱的女人 她回来 你站住 你要知道 你有今天这个诊诊 都是我给你熬过来的 你今天要不出了这个门 就算是你求我 我都不会再回头 对不起 是我欠她太高 有些事情啊 我必须要搞清楚 大叔 妈妈 早知道不是那天啊 不 要不是你 妈妈也许还在梦里 是你让妈妈清醒了 我的宝贝 姜美 是孩子 16岁 不是5岁 对吗 她是我们的孩子 是不是 出前回来这么多年了 还是这个样子 你还有免费的呀 我估计孩子都5岁了 你还是死了这点心吧 我们回到春前吧 不要再互相伤害了 其实我们早就不送入了 是我偏要同你走的一段 后来才明白 没有些该放手的 就要及时放手 定要走下去 对着她感情来说 真是拖累 请不吝点赞